國民黨團 國民黨團今天在這裡 針對在野黨 尤其是民進黨 以浪費司法資源 意圖來干擾選舉 我一直認為說 你要有真本實據你就拿出來 沒有的話你不宜 以媒體報導來捕風捉雨 你像陳廷輝他去舉發 他是告發人 結果他也不去說他選舉很忙 那我們再進一步看 難道朱立倫不用選舉嗎 難道秘書長 這個林士專不用胡選嗎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這個特徵組 勿忘勿重 呼籲我們特徵組 盡快查明事實的真相 千萬不要讓小人得志 浪費司法資源 又干擾選舉 全會透過黨內正常的 一個程序 換一下朱祖傑 征召這個朱立倫 完全是我們政黨內部 合法正常的一個行為跟程序 我想全民對於這樣的事件 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現在國民黨從來沒有介入過司法 怎麼說 募還參會的事情 證據明確 從九月份 立法院國民黨黨團 就召開了記者會 就把確實的證據提出來 可是全民可以看得到 到今天為止 募還參會的案件 有沒有傳訊任何的人 我們沒有看到 有任何傳訊的資料 可是關於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 這件事情今天才幾天的時間 國民黨的主席 國民黨的秘書長 還有國民黨前總統候選人 在昨天紛紛的被傳訊 我必須要跟大家報告 對於這樣的一個結果 做我一個法律人 我必須要講 非常非常的遺憾 所以我們在這邊 除了表示痛心遺憾之外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特徵組也好 或者是司法單位也好 既然今天已經查到 最後的一個關鍵的原物 我們也希望能夠儘快的 把這個案件查清楚 然後給全民的交代 畢竟今天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案件 今天的案件是牽涉到 台灣的未來的一個領導人 所以在這裡 我們很懇切的呼籲 我們的執法單位 也非常希望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以及我們的全民 讓我們共同來監督 讓台灣的選舉 能夠回歸選舉 而不透過司法的手段 來影響全民對於候選人的觀感 或者是全民對於日後台灣選舉的一個結果 這麼多歡迎 感谢观看